和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一样 受国内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我原先是一个无神论者 认为有神论是一种封建迷信 来到美国之后 读到了圣经 听到了牧师的传道 美妙的赞美师 参加了教会团庆里的查经 认识了教会的同工 这些都完全颠覆了我原来的认知 原来脑子里都是诸如 人定胜天 人是世间的主宰这一类的观念 但是后来发现 人是如此的渺小 无知无力有罪 但和自身和他人的帮助 最多只能是稍有改善 不能从根子上去除这些毛病 只有寄靠神 才能深刻认识自己的罪性 拥有从天而来的智慧 人的生命也才能充满盼望 平安和喜乐 认识神之后 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想法观念 也都有所改变 比如遇到一件事 不会很在意 世人的眼光和看法 而是会想着天上的神 会怎样看待 而神的看待 才是我应该更在意的 圣经里的教导 也让我能以一种宽容心态 去对待别人对我的 不友善的行为和言语 甚至伤害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里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 神教导我们要爱仇敌 我们在实际中遇到的 可能远没有仇敌 带来那么大的伤害 那有什么理由 不能宽容一点呢 实际上这样做了之后 自己也能得到极大的解脱 虽然对基督信仰的了解 断断续续也有些时间 但是我的信仰之路 才敢走出不远 要学要做的还有很多 我相信这是一条 最正确充满 光明希望的路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 亲人们 还有其他更多的人 能走上这条通往天国之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